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介紹蘿蔔 蘿蔔是冬天生產的根莖類食材 幾乎每個人都會吃 因為冬天大部分都生產比較熱的食物 像蘋果 比較溫和的食物 一般人認為蘿蔔比較嫩 因為它會利尿 吃了以後晚上就睡不著一直小便 其實蘿蔔它是不冷的 你如果把它蘿蔔拔來生吃的時候 它是辛辣的 所以它的屬性是屬於溫暖的 所以吃生的蘿蔔你就會覺得很溫暖 胃也會很舒服 可是很少 比較少人吃生的蘿蔔 大部分曬乾以後做成那個菜脯 就是我們蘿蔔乾 那個吃也不會含 普通都是你煮了以後喝那個湯 會比較利尿 蘿蔔其實它含有很多的維他命 維生素 包括維生素C、B很多 維他命菌很多 它的主要作用是清熱解毒 把你體內多餘的一些熱消掉 所以人家說它比較嫩 就是清熱解毒的藥都是比較嫩的 它當然也是藥也是食材 它還有對胃場會比較舒服 蘿蔔的特性 蘿蔔它是屬於十字化科 十字化科它就是有抗氧化抗癌的作用 大部分吃的菜我們都會吃這種 你們都不知道 像小白菜、大白菜、芥蘭菜、高麗菜 這些都是屬於十字化科的 這個都有抗癌的作用 蘿蔔它本身就是也能夠抗癌 如果說蘿蔔太冷了 那我們要怎麼辦呢 我們在吃火鍋的時候 很多都會加蘿蔔 吃了以後晚上就不好睡 因為市場跑廁所和利尿 那我們的方法就是用那個 你看吃火鍋店他們有用蘿蔔泥 蘿蔔泥它就是生蘿蔔下去做的 那在中醫來講 生的辛辣它有提升的作用 就是往上跑 那蘿蔔你把它煮熟了 它的辛辣的性質就沒有了 就有利尿的作用就是往下降 我們說是降氣 所以蘿蔔你在吃火鍋的時候 你在沾醬的時候 你加一天蘿蔔泥一起吃 它晚上就很好睡 就不會利尿 它剛好中和 蘿蔔是很好的食材 很多人就說蘿蔔啊 很多禁忌啊 你吃藥都不能吃啊 為什麼不能吃 其實是可以吃的 那有一些藥 像你吃人參的時候 人參是在補氣 我剛才講說它是往下走 是會破氣 就是很快就把那藥效代謝掉 所以你吃了補就 吃那個人參就不到五成 就補一半而已 所以說它是會這樣子禁忌 還有補腎的藥 它也禁忌吃白蘿蔔 那蘿蔔白蘿蔔它因為它利尿嘛 所以你補腎的藥 你如果再吃利尿 就很快把那些藥代謝掉 就沒有補到 還有要強調一點就是胡蘿蔔 胡蘿蔔它不是蘿蔔 它只是長得像 我們也稱紅蘿蔔 它是從外來的 叫做胡人那邊來的 阿富汗那邊來的 所以說叫胡蘿蔔 它因為以那個分類來講 蘿蔔是屬於十字化科 胡蘿蔔是屬於散型科 所以它主要是那個 Beta胡蘿蔔素嘛 它就是吃了以後顧眼睛的 這個我們知道 它那個兩個的功效不一樣 它在網路上也流傳說 紅蘿蔔跟那個白蘿蔔不能一起煮 其實這個有人已經 專家澄清了說它是沒關係的 它的主要他們是講說會破壞維他命C 其實蘿蔔的成分很多 在藥用或是我們醫師在介紹這種食材的時候 我們不會說因為它會破壞維他命C 就不能一起吃 所以是可以一起吃的 像香港他們有一個湯叫做羅宋湯 它裡面就是白蘿蔔 紅蘿蔔一起煮 用了幾十年 上百年了 大家也都吃了也不會出問題 那羊肉在冬天進補的時候 大家會吃羊肉 因為羊肉比較補 比較溫熱的 那就容易上火 所以我們普通都是跟那個蘿蔔一起煮 因為蘿蔔剛才講說它有利尿 有清熱解毒就是洩火氣 它吃起來就很順 不會嘴巴破 而造成太補了 所以這個是一般都會蘿蔔跟那個一起用 所以這個大地它就是生長這些 冬天它生長這些就是有用處 怕你吃補的吃太多 所以它就生了這蘿蔔給你加進去 你吃了以後你就不會上火 那再講一下說蘿蔔還有蘿蔔乾 還有那個我們的黑色的蘿蔔 那個叫黑菜脯 蘿蔔乾我們叫菜脯 我們一般有時候早餐也會 在那個飯堂裡面都有放一些 蘿蔔乾就比較不會那麼涼 因為它是生的蘿蔔去曬乾的 所以它吃起來就不會有那個利尿的作用 它也是跟蘿蔔一樣 就是對胃場會比較舒服 還有排毒就是清熱解毒的作用 那我們一般的像蘿蔔 你如果是蘿蔔乾把它放了二、三十年 它那個叫做老菜脯黑色的 它是抗氧化是相當好 而且以前老了一輩的說 你如果小便不怎麼順 你吃一些那個蘿蔔 黑色的蘿蔔煎一煎 就是煮湯來喝 那是效果是相當好 黑色蘿蔔叫歐菜脯那個 是放了很多年了 歐三十年了 那個是抗氧化效果相當好 但是因為它有酵素 所以對胃場也是不錯 大部分都用來燉雞 它又好吃又增加你的體力 它又不傷胃 所以這個黑菜脯 人家稱為黑金 因為它是很珍貴的 有時候一放了三十年五十年 它都會有抗氧作用 所以抗氧化抗氧作用 所以是不錯的 那蘿蔔一生都是飽 它包括那個蘿蔔本身 還有蘿蔔的籽 就是它的種子 還有蘿蔔葉都可以吃 它的功效也大概都是 對胃場比較舒服 那蘿蔔的籽 它是強調說化痰 是感冒咳嗽 有痰的時候 我們會用蘿蔔的籽 它的化痰功效很好 可是要炒過 它也是要熟了以後 它才有那個降氣的作用 所以把痰化掉 蘿蔔的種子 我們叫萊芙子 萊芙子它在中藥裡面 有一個方 處方就是三子養青湯 它是製老痰 就是長年那個痰化不掉的 那我們叫老痰 比較黃 比較稠 那個就是要用這種三子 那裡面就是有用蘿蔔籽 蘿蔔籽就是叫萊芙子 還有蘇籽 那蘿蔔籽它的形容叫做 它的化痰有沖牆倒壁之功 就是說這樣噴過去那個 那個坦輪不把那個 那個牆壁都噴垮了 所以它很誇張就是說它的化痰效果很好 還有那個我們要介紹那個蘿蔔葉 蘿蔔葉它有膳食纖維 它跟那個蘿蔔也是一樣 治療了一些比較特殊的就是說 比如說你會胸悶 氣不順 它有用降氣 還有胃腸不舒服 還有通乳汁 那像那個婦人普魯的時候 乳房脹痛吃蘿蔔葉 我們叫蘿蔔葉 那真的炒菜起來很好吃 還有它也有清熱解毒的作用 還能治療 因為它有纖維嘛 高纖維的東西 所以治便秘 便秘 便秘效果很好 謝謝大家